這件事情 警察他們已經重啟調查 而且他們已經有結論 就是當初我們這個地下室 有一個錄影監視器的出口 那當時那個就是我們監視器 沒有錄到的地方 那他就是從這邊 他這邊有一個 我們以前有一個撞球場的出口 他就是從我們地下一樓 從這邊 對 地下一樓再從這邊出來了 那這個已經是已經被確定的事情 所以你們認為說 他已經走出這棟大樓 對對對 因為我們自己 確認定當初就是有一個 我們監視器的一個沒有錄到的死角 就是從地下室 地下室是通到這個撞球場的 他中間是可以互通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出口可以走出去的 那當年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去拍這個出口就對了 所以造成這個誤會